在那邊躲的很好笑 其實他應該還沒睡飽 他睡不到一小時 我們去玩睡 Let's go Let's go 媽媽牽著你 It's ok 好 下來 喔 很冷欸 喜歡的 你喜歡 這很冷啊 你可以捏 你怎麼那麼開心啊 你這麼開心我們每個禮拜都來好了 我們這邊有洗手槽 菜瓜布 洗眼鏡 然後在我們在BG旁邊 直接就是有垃圾桶跟支援回收 這邊是廁所 廁所區 直接有飲水機冰箱 衛浴設備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一進去之後就空間很大 裡面有吹風機 然後加上乾濕分離 它還附洗髮乳跟沐浴 其實你可以非常輕窗備的就入住 它剛剛一開始下去有點怕 但我覺得它這很怕 它很遮 所以剛剛現在有那麼熱的時候還開 還有可以熱 看吧 看吧 有笑嗎 有啊 妳以為笑一下 有些小鏡湯喔 油湯包持鏡 妳有看到嗎 你看 妳錄錄的欸 啊 妳錄到爸爸的頭 把爸爸的頭剪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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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大家好我是可可 現在要來跟大家分享 豆點露營區的心得 它是一個 非常適合新手的一個露營區 因為它其實除了 自己要搭帳篷的草地區 還有雨遮帳篷區之外 它還有就是你不需要自己搭帳篷的 是露營車 然後還有幫你搭好帳的服務 以及如果你真的連搭帳啊 露營的感覺都不想要 或是也不想坐露營車的話 它其實還有包動Villa的服務 然後加上因為它的親子 遊樂設備是非常完善 像我們是住著B區嘛 B區跟D區都各自有一個遊樂區 然後遊樂區的設備是完全一模一樣 像我們B區有 細水池 有沙池 沙池還有遮陽棚喔 還有溜滑梯 D區也一樣一模一樣有這些設備 所以其實整體來講就是 就算有很多小朋友一起前往 其實是不太需要搶 有的設備不會覺得很擁擠這樣子 它離市區很近 所以它晚上還可以叫飲料啊 然後還可以叫先出機 加上它還有充電裝 所以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車主 你還不用帶那個充電的喔 你就是直接車子過直接在那邊充電 然後再加上就是很多人很害怕 洗澡啊 吹頭不方便 怕小孩子感冒 豆點他們的衛浴設備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真的超像飯店 那前面講那麼多都是它的優點 那我有沒有覺得 豆點露營區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個缺點 上跟上之間造成的就是容易互相影響 像這種比較 有點比較像觀光啊 網美這種取向的露營區啊 通常路由就是會比較雜一點 那我們當天就有遇到不是很好的路由 就是大學生 聊天聊到一點多還在那邊洗碗 如果你是比較潛眼的人 然後加上可能你當天遇到不好的路由 你真的會超崩潰 但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比較偏向有人的問題 第二個我覺得草地區的整地整得非常爛 它幾乎不平整 然後它的草地幾乎都凸的 因為它的那個通常會墊在帳篷底下的那一個 它都放在固定的地方 它沒有讓那個草重新長出來 所以它那邊會很多石頭凹出不平 所以有時候你搭帳搭一搭 你要盯那個銀釘的時候 你會打到石頭 還滿多人說豆點是滿貴 可是草地區我們那時候平日 一個帳是1000塊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可是它依照它就是整地的狀況的話 其實整的不是很好的話 就是會有點辛苦 整體來講我覺得 湯包在那邊玩汽水池 玩沙坑 它真的就玩得很開心 我是會願意再帶湯包去玩 可能下次五看看選別的區域 甚至你可能自己要考慮說 要買多一點帳 反正整個區域包下來 就比較不會受影響 選擇離廁所遠一點的地方 總而言之呢 豆點露營區的 心得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這週也還要再帶湯包去露營 我們這次要去南投 有好的露營區我會再分享給大家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是可可 掰掰